繼續我們來看 國內男女出身的比例 就已經差了很多了 最近聽說網路有便宜在說說 可以驗男女女 又報你生的男女 衛生紙目前已經縮定 16件醫療醫所 也還有59位醫師 接受新生日 性別比例以上的情形 若是新一部 雜公有違法 會懷疑5萬到50萬 最檢獎的要求他停業 也是貼小醫醫師集條 在媽媽的親主網站下到 醫生說只要主婦一萬一 就要檢測小孩的選別 而且準確率差不多九成了 還有媽媽說 因為整兩體都是生的女孩子 大家說要求到精速做 抽血檢測 希望這體生一個女孩子 最近在網路太陽 可以看到抽血檢測小孩 選別的功告跟討論區 根據我們有 以前有做過研究過 胎兒能夠被檢視到的比例 大概在六成到七成左右 被檢測到 所以有可能四成的胎兒 會被認為是女孩子 但是實際上是男人 被這種篩檢掉 生死醫學會標示 這個技術並不是百分之百 健康 如果虎路本來裡面有輸費 暫定有懷貴 女孩子的這些流散 都會影響到盤頭 現在團出過來很多生機公司 為了探處這麼大的理順 透過便宜金售 向有新的婦人人推銷 專門來檢查 小孩選別的聚合美連獸 歡迎起座 如果今年消量是一萬多來算 大家有三四千名 女孩子因處比三四四名 有十六家的這個機構 還有五十九位醫師 是有非常明顯的異常的現象 那這些裡面包括醫院 也包括診所都有 那公立私立也都有 衛生室表示 會進一步查詞 只有一關醫療應 所及醫生跟有疑法 如果疑法的疑法出於 五萬到五十萬塊的法款 尚且嚴重要求天驗 醫生可能會貼消 醫生的製造 如果疑法肯定性別細減的功夫 也會出於五萬塊到二十五萬塊的法款 記者從不斷 諫-諫 諫 諫-諫 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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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諭